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買心頭號當然下店選最直接 不過如果不想出門口又想下店的話 拿著平板電腦就可能幫到手 怎樣將時裝潮流資訊透過雜誌的APP 即是手機應用程式帶給用家驚喜 正是雜誌人周文盛的度巧方向 去耳的互動時裝店可能是時裝精的喜順 亦都是雜誌走向新媒體的機遇 紙版可能蝙蝠有限 我落到五張照片 十張照片已經很多 但是我們現在做到的互動 你用手指控制 你一邊動手指 你就一邊看不同的環境 甚至乎你可以走下去 今時今日用APP來看雜誌 賣點多數要有趣味的觸控體驗 還要顧及播放影片的感受 做到即按即看 避免用家不耐煩而流失粉絲 可能很多雜誌會跟著去做 或者很多外來競爭者 這個APP推出過幾月 吸引最少八萬個用家下載 雜誌本身的銷量沒有受到影響 企穩在每期十二萬本 有些人以往是紙版的新聞 都沒有看過 因為他們覺得是一本年輕人的書 潮流的書 但是我們上了IPAD版之後 那些年紀比較大 成熟一些 或者在辦公室裡 居一些要為的職位的人 他們都有去翻閱 都有去上IPAD看 即是看完他們覺得 你的技術或者360 或者效果很有趣很好玩 無形中吸多了另一班讀者 張志明團隊的下一個挑戰 就是怎樣吸引用家付錢訂閱APP版的雜誌 利用新媒體增加收入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